所以其實現在的直播 真的很不好做 其實我們要收掉也很兩難 因為其實我們最了解的就是這個行業 然後也做最久 我只做過這個工作 然後Eric有做過別的工作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覺得 還是有一份親愛 這整天了 然後你沒有說好看 現在在拍影片的時候 跟我說太好看了吧 Hi 大家好 我是林東東 Sandy 今天要來公開我們從來沒有公開過的 我們的工作室 但是現在非常的凌亂 因為我們打算結束營業 所以想說結束了那就來拍一支影片 可以有個回憶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做直播也做了大概 七年的時間 就是從我研究所畢業開始 我們就一直在做直播 然後做到現在三十幾歲了 決定收掉了 為什麼要收掉呢 因為直播真的現在非常難做 以前的流量比較好充 現在人數真的很難充 除非你要花錢買人數 除非你要花錢買人數 不然如果你沒有花錢買的話 基本上你的人數是充不太上去的 所以就是非常的難做 所以我們就有點熟掉 剛出成立工作室 然後也是用了很久 沒想到作業工作室那麼的 就是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就是精力 然後就慢慢把它籌備出來 可是輕超快的耶 可以在幾天的時間內決定 然後就可以結束一夜 可是成立是要花滿長一段路走的 就是我們也從剛開始的小套房 然後到變比較大間的房子 然後到現在有自己的工作室 就是也是慢慢的累積出來的 那就是不作業 也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我覺得 因為繼續做下去 都是在花錢 現在應該如果有人 六七年前就開始做直播的人 應該會跟我一樣有感同身受吧 如果要做直播 你們要做直播的基本開銷 基本上就是 除了存貨的成本 然後你的貨價之外 基本上直播就是需要一個很 就是比較穩的腳架 然後再來就是 需要 使香運你要出貨 然後再來就是 比較大的開銷是 房租 然後再來就是 水便啊 然後如果你有公司很好 你要銀燈啊 銀燈的地址啊 然後還有找會計啊 然後還有網路 直播最重要就是網路 網路一定要穩 要好一點的頻寬 基本上 開銷是這些嘛對不對 嗯 差不多 對 如果這些都有了 就可以準備做直播囉 只是 跟大家說現在真的不是 做直播的進場好時機 那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開始做直播好了 當初其實是因為 我好像還在念研究所 我們還在念書的時候 然後呢 我姊姊有小朋友 就很愛買玩具 然後那時候就剛好看到 欸很多直播台 開始在賣東西了 就是 那時候剛開放給我們 一般人就可以直播 一開始只能藍勾勾的朋友 就是有藝人明星直播嘛 那後來開放給我們 一般都可以直播的時候 就想說 欸很多人在做直播 欸有看到玩具直播 然後就很喜歡看 然後後來想說 那就自己來做直播吧 然後呢 因為我們又沒有辦法找 很穩定的 就是工作 因為畢竟還要白天還要上課 然後又不想要打工 所以就想說那我們就來做直播 當初對我們來講 就是學生來講 覺得這比較好入行 就是可能稍稍的幾萬塊 就可以開始經營這個直播台了 然後我們就租了一個小套房 真的是很小的一個月 六千塊的套房 然後我們就慢慢這樣一路一路 然後做到現在也七年了 我現在也三十歲了 然後呢 決定在這個時候收掉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最後這一兩年 基本上每個月都是在下滑的 然後到最後其實是在賠錢的 就是一開始可以打賠 然後後面就開始就會賠錢 因為你每個月你的營收沒有增加 可是你的開銷是相對一樣要的 不管是房租啊水電之類等等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直播真的很不好做 其實我們要收掉也很兩難 因為其實我們最了解就是這個行業 然後也做最久 我只做過這個工作 然後Eric有做過別的工作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覺得 還是有一份情感 這個工作也帶給我很多快樂 因為我有做直播 所以呢我才會想要來拍YouTube影片 因為就是直播不是每個人都敢做嘛 要敢露臉 然後想說我既然敢做直播 那我來做YouTube看看 所以我就是自從就是直播沒那麼好做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YouTube 那大家可不可以發現 最近怎麼上片量這麼少啊 怎麼都沒有在上片呢 因為我們就是在整理這邊 你不覺得我們當初要做的時候 就是要很慢的慢慢做起來 然後組裝東西都很久 花很多時間 可是現在要拆掉超快的 你不覺得嗎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學生啊 學生沒有錢 然後什麼東西都只能邊做邊買 就是有賺到一點錢 就把錢丟進去然後去買設備這樣 然後連我們的攝影棚 我們之前就是有在經營 就是順便做完拍照 攝影棚是我們當初的小幫手 幫我做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貼一個燈光 然後貼在這個桶側邊 然後就可以拍玩具 因為玩具體積大 我們賣的是玩具 然後玩具體積比較大 然後沒有辦法 就是放那種小的攝影棚 你看很簡陋啊 但是一樣就是拍照照片一樣漂亮 然後我們的直播的場景 其實我平常就是坐在這個位置 會坐在這邊 會坐在中間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背景 然後呢 這邊就是我們的腳架 然後就是對著我這樣子直播 所以直播其實你們看到的空間 就是這一區這一小塊 但是其實我們的工作是很大 因為玩具第一個體積大 然後它箱子就要大 箱子大那只要有客人購買 包起來裝箱就是要非常大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價值啊之類的 我覺得現在還可以存活在FB上 然後還在做直播的人 真的很厲害我覺得 因為我們之前直播人數最高到多少人 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然後我們是真的真的 完全完全沒有花錢 買過FB的廣告人數 直接完全沒有 然後就一千多個人 所以四年前真的是 直播好做很多 自從FB開始有什麼 廣告贊助機制之後 真的很難做 這個工作是大概30坪 所以如果一般我覺得要做直播的 然後沒有要做體積大的 其實你做衣服飾品之類的 就是或者是什麼手機配件 根本就不用那麼大 我們是因為玩具 玩具隨便一盒 就是這麼大 你看這真子出發 它有九十幾公分喔 這很大的空間 然後隨便一台摩托車就很大 所以就是很佔空間 然後這一區我們本來都是放紙箱 紙箱啊 然後還有一些臀貨像 溜滑梯啊 欸我們的玩具全部清空咧 想到這個 我沒有想到我們出清可以出的這麼快 因為我自從結束營業 兩天我們通知我們老客人說 感謝老客人 對啊很給力 但又不公布它的名字了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出貨的時候 需要印單呢 有一些機器啊 就是印單啊 機器 印機的區域 後面這邊就會有一個 茶水間 跟廁所 然後這邊就是休息室 這邊就不公布了 因為這邊很亂 就是有一個沙發區啊 然後桌子這樣子 這邊大家還記得嗎 這邊是我們直播的空間 可是小燈一下 已經賣完了 因為一PO出去 馬上就有人當天笑白面膠了 然後再來是紙箱 當初我們訂做的紙箱 還有這個 漆桿 當初我們有店面的時候 我們訂做這個漆桿 這個漆桿 現在不做了 變成大型的背器 變成大型的背器物 然後呢 Eric還問我說 欸這兩個 要不要丟掉 因為我們在整理這裡嘛 這裡所有東西都是要處理掉 他問我說這兩個要不要丟掉 我說 大家要先拍個照 留念一下 然後這些玩具 以後我應該會越來越不熟悉 因為只要不做 就會忘了這些卡通 大家知道嗎 超人力霸王啊 他有迪士尼冰雪拳 反正這些我現在都超熟 但是以後呢 小朋友記得如果紅什麼 我可能就不知道了 因為畢竟我們沒有小孩 然後再來這個 雖然呢我們已經結束了 但是 我們只會把這個官方Line 一樣留下來 如果有開團購的時候呢 每個月或是每個禮拜 我們還在想要怎麼做 就是可能會每個月或每個禮拜呢 更新一次在這個官方Line上 但你就可以知道 我這個禮拜或是這個月呢 會開團哪些品項 因為如果有在長期 關注我們YouTube頻道的朋友 或是我FB的朋友 應該知道 我們現在所有在做YouTube之外 也有在開團 因為畢竟玩具直播的部分 結束營業 還是要找工作做的 雖然我還不知道未來可以做什麼 但是暫時 短暫的時間內呢 應該就是認真經營YouTube 然後跟開團 所以如果各位 有剛好看到我團購的商品 有喜歡的可以買一下喔 好 再來這邊 這邊的話 就是紙箱 紙箱我們以前 剛開始做網拍的時候 還有一直到現在 只要我們呢 有見到親戚朋友 每個親戚朋友都會說 等一下再走喔 我們車上紙箱要給你喔 嗯那個 我有幫你留紙箱喔 這種超好的 因為在做網拍的朋友 應該都會知道 紙箱是寶 是寶 因為呢 如果你要出國的時候 沒有紙箱的麻煩 而且紙箱買其實滿貴的 我們訂做的 像剛剛訂做的那個 一個要四五十塊 對不對 我們訂做的紙箱 一個要四五十塊 非常的貴 所以紙箱呢 對我們做網路賣家 只要有在寄貨的賣家來講 都是薄 可是 一不做 這些變成 大型的 廢棄物 超多 我有數喔 這邊總共有 四百多個紙箱 這些都是 大家給我們的 然後 不凡我們自己訂做的 我們自己訂做的 在剛剛那一集還有 然後今天來吃了麵膠的空檔 去染了個頭髮 然後他又剪了一個頭髮 好看嗎 太好看了吧 我覺得很服也很假 我已經看了我一整天了 然後你沒有說好看 然後現在在拍影片的時候 跟我說太好看了吧 你今天不是我一染完就看到了嗎 啊是啊 那從頭到尾到現在都沒有讚美 然後現在我跟大家講說 我染了個頭髮就是太好看了 因為你今天都沒有像剛才那樣甩頭髮 就跟著一份七年的工作說 掰掰啦 你有很開心嗎 還好 還好嗎 會有點不捨 你是不捨嗎 對啊 我是有一點不捨 因為覺得他就是跟著我們 一路走過來的工作 這邊只有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會給自己放一個 比較長的假期 大概三個禮拜 或是會回北部我的娘家 然後呢也會出國玩 所以之後也會有拍出國玩的影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呢也會開團 那開團商品都是我們原先過的 我們覺得好吃的好用的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 我有開團商品你們有需要的 或是剛好想要吃的 可以跟著我的團購買一下喔 那可以加我們剛剛的官方欄 小老鼠619DCQRQ 團購基本上都是跟廠商配合的 購入走最低價 不然是店面啊網路最低價格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團購的時候 買到最優惠最便宜的商品 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呃直播掰掰 蛤 我們以後就不會直播了嗎 應該不會吧 其實有機會也不多 可能會用一個聊天的方式吧 不會再跟大家買玩具了 不會再跟大家推敲玩具了 大家可以放心 那再說一次我的頭髮好不好看 很好看喔 謝謝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我們的工作室 然後呢 跟我們的 玩具 說掰掰 掰掰 這個logo 以後用不到了 但是 你們不要偷偷拿去使用 因為我們還是有做這張標示嘛 我們會看到喔 之後呢會陸續呢更新影片 也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次工作室結束之後呢 我們出國玩的 遇到的人事物啊 還有一些行程呢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次要出國玩的行程 其實還蠻特別的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們剛好也失業 或是剛好也換工作的 有這麼強的價值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這次 去的兩個禮拜的出國旅程 我覺得還蠻酷的 而且這次這個國家是 Eric非常期待的喔對不對 沒錯 人生第一次去 從小到大都在課本有看到 但是從來沒去過 然後呢也順便讓Eric呢 去就是了解我的人生 我以前去過哪裡 然後我以前有住過哪裡 然後我以前有住過哪裡 然後我以前有在哪裡生活 遇到哪裡朋友 就順便大家去看看 住過喔 是住過喔 不是短暫住飯店喔 你很煩欸 你很煩欸 對反正就是 因為有住過一條咪咪咪段的時間 那是有學這樣 然後 因為我們也沒有做蜜月啦 就是我們之前結會的時候一起 所以我們有出過 就想說 那就趁這一次的假期 出去走走 心情會比較好 也不會覺得 自己倒閉得很可憐這樣子 歡迎大家下方留言安慰我 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開小鈴鐺喔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